我剛才講說你比賽規則都不知道要跟人家參加比賽 所以你覺得郭伴這樣放話的消息的用意是什麼 那個就給你們自己去想 是不是10號晚間有跟郭董來碰面 那到底內容是什麼其實大家還蠻關切的 我知道郭董最近都有在到處在請議 他說他晚上10點要到我家來 那我們也不能拒絕嘛 那就讓他來了 因為很晚了也沒有談什麼太多事情 主要是當然交換一些意見 我還問他說 那個國民黨那個徵招到底比賽規則是什麼 我說你都不知道比賽規則還是跟他參加比賽 到時候結果出來你們要怎麼決定 大概就談了這一些 那因為很晚了所以談不到半個鐘頭就離開了就這樣 有談到立委的部分嗎? 沒有 一定很晚了我想他大概只是表達一個善意就這樣 所以沒有特別在講什麼 所以他是臨時進檢訊? 沒有不是沒有臨時來 我跟他有檢訊 所以事實上他會說我事實上哪一天來拜訪你 我就跟他講我行程排到10點 所以只要10點以後見面 那時候有談到郭柯和柯? 這個我跟你講 我還跟他講說你們自己什麼會出現不出現都不知道 所以這些什麼XX配什麼立委什麼都沒有談到 那在場一起談話的還有什麼? 我跟你講只有我跟他在一起 我還跟陳佩琪說你不用聽了去休息 可是郭董有談到說他現在對國民黨裡面的優勢嗎? 他說他會盡量去相信國民黨的支持 我剛才講說你比賽規矩都不知道 你要跟人家參加比賽 那如果最後出現的不是郭董 你還會再找他合作? 我跟他本來就認識 特別是當時為了高安的事情 也有私底下談過幾次 當然我們是爭取所有的支持 就這樣人家要來找我們 我們也不會拒人家 你會有合照來對外公布 你覺得這消息是郭台銘的方法嗎? 我跟你講喔 一定不是我 張海也不可能是陳佩琪 就這樣 所以你覺得郭辦這樣放話的消息的用意是什麼? 那個就給你們自己去想了嗎? 對